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丹特汉1月29日发表声明说 在欧盟就立陶宛受到的歧视性贸易做法向中国提出的诉讼当中 澳大利亚有着实质性利益,所以将要求加入这些磋商 欧盟27日就中国针对立陶宛采取的歧视性贸易措施 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出诉讼 表示相关的做法威胁了欧盟内部市场的整体性 联合国人权专员希望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访问新疆 据英国路透社报道,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1月28日表示 人权高专巴切莱特正在与中国商讨近期可能访问新疆事宜 巴切莱特在日内瓦办公室表示 正在与中方商讨在2022年上半年前往中国西北部新疆地区採访的可能性 巴切莱特发言人科尔维尔对路透社表示 巴切莱特正在与中国就可能在2022年上半年访问中国进行谈判 但访问必须是有意义的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进入新疆地区 他说,重要的是这次访问必须是有意义的 能够不受监督地接触到广泛的民间社会行为人事及地点 并且与政府官员进行高层的接触 正如高级专员所说 有意义的不受限制地进入新疆地区至关重要 科尔维尔在联合国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巴切莱特这次访问的具体细节仍在讨论之中 英国国会议员访问台湾 担心引发英中关系的紧张 英国国会外交委员会 可能会在二份派遣议员访问台湾 台湾媒体29日引述英国国会外委会主席 陶根达特在听证会结束时说 我们期待很快能够造访这个区域 说此行将突显本委员会以及国会 对英国和台湾关系的重视 至少有三名国会议员 2021年曾向台湾媒体记者透露 外委会访台之行蕴酿已久 到2022年二份可望成行 但仍需考虑包括疫情在内的因素 英国电讯报说 外委会此行有可能导致中英关系紧张升温 习近平电话慰问张高丽 春节前夕 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分别以电话等方式慰问或委托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 慰问了中共退休的领导干部 据新华社报导 江泽民、胡锦涛、朱镕基、李瑞环、吴邦郭、温家宝、 贾庆林、张德光如正星、宋平李难清、 曾庆红、吴观正、李长春、罗干、何国强、 刘云山、张高丽等一百多名老同志接到节日的问候 张高丽排在第18位 中共领导人在春节前夕 慰问老同志已经成了惯例 张高丽因为和中国网球女将彭帅的关系而引人注目 而彭帅的人身安全仍然备受关注 今日 倡议人士在澳洲网球公开赛屡单决赛登场前 发放一千件彭帅在那里的T恤 部分观看比赛的民众也穿着这件衣服进场 加入了声援的行列 北京开始东奥火具的传递 北京东奥组委新闻宣传部28号宣布 2022年北京东奥会火具传递活动 将在2月2日至4日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国赛区举行 包括十一个闭环外的封闭传递区 以及一个闭环内的独立传递区 据北京东奥组委新闻宣传部副部长呂欣 在媒体吹风会上介绍 一共有1200名火具手 参与这次火具传递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 大多数在各自领域取得结出成绩 或作出特出的贡献 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其中既有全国各级先进无范代表 亦有科教民为各界先进代表和知名人士 大部分扎根在生产与工作一线 年龄最大的86岁、最小的14岁 火具手中 还有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友人 这里是可乐乐频道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转发和订阅 并且推荐给你们的亲戚朋友 美国大学公布全球顶尖科学家排名 四名中国专家进入50强 美国斯坦福大学日前公布全球前百分之二顶尖科学家2021名单 其中香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 讲座教授许树昌 位居全球第二 中国工程院演示钟南山位居全球第八 香港《文匯报》1月29日报道 美国斯坦福大学早前公布全球前百分之二顶尖科学家2021名单 在呼吸学科全球排名当中 中国内地和香港共有四名专家进入全球前50强 其中 香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 讲座教授许树昌位居全球第二 国家呼吸医学中心荣誉主任中国工程院演示钟南山位居全球第八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院长王神 以及国家呼吸医学中心的关伟杰 也进入了前50强 这份榜单从大约700万名科学家中选出世界排名前百分之二的科学家 排名分为22个领域和176个学科领域 数据库包括各个领域 近16万名著名的科学家 许树昌是香港传染病学者 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内科及药物治疗系组主任 他曾经获得童子经的圣章 这个圣章在香港受勲及家长制度下 其中一种勲章颁售给长期服务社会并且有结出表现的人士 而钟南山出生在江苏南京 是福建的下门人 呼吸内科学家、中国工程院演示 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第八、九十届中国全国政协委员 国家卫健委、高级专家组组组组织 中国抗击非典肺炎、新冠肺炎疫情的领军人物 他曾经获得中国大陆多个奖项 包括中国首批国家级有特出贡献专家奖 白球因奖章和共和国勋章 看看疫情消息 韩国亦出现感染大幅增加 但住院人数下降的迹象 韩国1月29日通报新增冠状确诊病例 比较星期五又增加1,447例 连续5日创落新高 韩联社报导说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 截至星期六零时 韩国星期五零时新增冠状病毒确诊病例 是17,542例 累计是81,1122例 确诊人数分别是一个星期前的7,000多例 和两个星期前的4,000多例的2倍半和4倍 由于重症和死亡病例的发生 通常和确诊病例的增加 存在2-3个星期的时间差 重症和死亡病例目前还没有显著增加 韩国现有重症新冠患者288人 比较前一天少了28人 是去年自7月30日以来 首次跌至300人以下 与此同时 新增死亡病例34例 累计死亡6,712人 平均致死率是0.83% 看看俄罗斯 俄罗斯首次报告日增超过10万例新冠感染 俄罗斯今天登记了超过11万3千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是到目前为止最高的日增数字 感染人数增加是Omicron病毒引起的 俄罗斯当局星期六还报告668例新增死亡病例 由于民众不信任 俄罗斯的疫苗接种率很低 只有不到一半的俄罗斯人完全接种了疫苗 香港已连续6天 单日新增新冠个案破百例 港府计划推出疫苗通行症 希望提高疫苗接种的复过率 香港疫苗可以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劉宇龙 29日早上在香港商业电台节目说 Omicron变种病毒势不可挡 感染的个案有如海啸般上涨 目前香港政府是两头不到案 香港安劳院社80岁以上群组疫苗接种率只有一成 一旦疫情爆发死亡率令人担心 如果社区发展到有过百条病毒传播链 最差的情况可能有一万名长者 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 除了老人群体之外 柳宇龙还关注小学生的疫苗接种速度很慢 每日只有几百人打针 他表示如果家长担心福必泰疫苗会引发心肌炎 可以为子女选择打科兴疫苗 有研究显示 科兴疫苗核膜蛋白T细胞相当好 而且是科兴疫苗所独有的 相关研究文章将很快会发表 和病毒共存? 香港议员何君尧 说鼓吹者违反了香港国安法 并打算起诉有关的国家 综合新加坡联合早报等报导 Omicron病毒在香港爆发 社会上再次有声音提出当局 应该考虑和病毒共存 给社会恢复正常运作 但香港立法会议员何君尧说 香港如果有专家推动与病毒共存 可视为违反香港国安法 他说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是国策 防疫等于国防或外交 有关主张或有为国防政策 违反社会秩序 何君尧在受访时说 西方国家选择唐平 与病毒共存是不负责任 任由病毒传播更是等于发起生物战 他说 根据国际法生物战是指 故意使用细菌、病毒及真菌等致病的生物制制 或其他毒素去杀死或使人、动物或植物丧失能力 可以被视为一种战争行为 何君尧说 可起诉推动与病毒共存的政府 控告他们疏忽失责 而导致人命财物的损失 从则挑起国际时段或战争 何君尧还批评 西方采取与病毒共存的政策 是为了掩饰无能及失职 当他被问到 如果香港疫情失控 是否无可避免要采取共存政策的时候 何君尧说 只要政府凡看到有病毒都全力以赴抗疫 就不算共存 即使将来确诊者或需要居家治疗 也只是治疗方式不同 他说 这不是与病毒共存 而是与家人共存 对于何君尧的这种理论 你又怎样看呢? 涉澳门赌王洗米华案件 陈永恋被捕 陈永恋是台湾女性安以軒的丈夫 他的德进集团 日前传出在中国涉嫌违法开赌 还设立非法赌博网站 提供网址和电子投票账号 而今天29日 更惊存 前陈永恋已经被澳门警方拘捕 预计明天会开记者说明会 但安以軒方面目前还没有回应 根据香港媒体《香港01日》报导 澳门司警局发言人表示 这局去年11月 侵破了一宗不法经营赌博犯罪集团及清洗黑钱案件 这就是指洗米华案件 现在后续调查再拘捕两名本地澳门男子 其中一个人就是陈永恋 明天早上10点 澳门警方将开记者招待会说明 台湾女性安以軒2017年嫁给新价百亿的陈永恋 陈永恋的德进集团是香港博弈业的中介人 目前这个集团的官方网站和Facebook都已经关闭无法查看 2021年年底陈永恋遭到中国起诉 起诉时中提到德进集团涉验和中国人 在中国境内开赌场并入股分红 接至又在中国设立非法的赌博网站 并提供网址和电子投票账号 总金额高达2.1亿人民币 当时安以軒的经纪公司仅是对外表示 多谢关心,艺人的私事不回应 安以軒目前还没有对丈夫被捕的消息发出声明 陈永恋是中国福建晋江人 在中国大陆亦有诸余政协委员之类的投降 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此为止 我们明晚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